大家好,我是表哥 这个视频简单的介绍 如何解析域名,绑定域名并安装主播器 最后测试网站为简直中文的视频教程 首先登陆阿里云的域名管理中心 添加域名解析 添加解析 然后主机记录这里,点击demo 记录这里,点击IP地址 直接复制 粘贴 保存 打开这部的官方网站 复制安装包的下载地址 复制 复制链接地址 然后使用终端工具 登陆阿里云的服务器 这里我使用了挂解的方式 cd标格3w 内出当前的文件夹的清单 然后使用vget的方法 把这包的安装包下载到当前的目录 那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已经提前下载好了 跟着我们加油 跟着我们加油 unisig IP解压 这个压缩包 已经解压到这里 那么我们需要把这个Juple 7.50的文件夹的名称 重命名一下 MovietJuple 把前路改为demo 查看一下 然后现在 进入NGS多网站备制文件的目录 cd-edc-ngs-config 然后复制一个 找表格.config 为demo.config 已经有了吗 没有 外车 查看一下 然后使用Vim这个工具 编辑一下这个文件 demo 然后找到对应的医名 修改一下 这个 按入小爱 进入编辑的模式 然后 这个入到网站 根目录要开外demo 按ESC 然后对出编辑模式 冒号wq 代出 然后 需要重极一下这个NGS System CDL reglo NGS 下面要打开一下这个域名 备制好了没有 先签个标签 demo 点照表格 好 网站已经成功的打开 那下面我们就开始安装 出编 点击保存并继续 保存并继续 保存并继续 这里它会提示 一些安装的基本要求 文件系统 那么我们需要 这里这个文件为公 所以它把我们再回到 网站的根目录 网站的根目录 table 新建一个 进入到SiteDigfold 然后 mkdir 新建一个文件夹 并且给这个文件夹 一个写的权限 csmot777-dow files 好 第二步 我们需要复制这个默认的 备制文件 并中心命名 copy digfold settings.psp 为settings.psp 回车 也需要改给这个 新建的这个备制文件 一个写的权限 mod777-settings 刷新的当前的一个网元 已经可以 数据库的名字 我已经提前的准备好了一个阿里云RDS的数据库 那么这里我就直接的写 这里是名字是demo 然后数据库的用物名也是demo 密码 这里的地址是阿里云RDS的一个地址 好 稍等一下 复制过来 让它粘贴 保存 嗯 数据库的名字 数据库的用物名 密码 密码不对了吗 吞口需要制定吗 中间输入一下 中间输入一下 嗯 是刚才输入数据库密码的问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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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是要我们需要设置一下网上的基本信息 网上的名称 招 表 招 表 招 表 个 士 拼 叫 成 哈喽 邮件 地址 用名表可 密码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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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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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комп- 选择默认的国家 嗯 从你哪 《墨人》 오픁 时局 找到 Lisa Hong Kong 保存并继续 好 一二十五六 我们现在登录后台 user 新登录了 那么现在我们要 打开这个local这个模块 点击这个modules 然后往下拉 找到 local save configuration 打开之后 进入 位置 找到语言 添加语言 添加简体中文 it language 选择 并且把简体中文设为默认 保存 保存好之后 我们需要 导入语言包 inboard 然后我们要找到 模块的 这个 突破的安装包的 翻译的言包 找到简体中文 找到简体中文 然后再找到对应的 语言包 下载 选择 选择文件 打开 导入 这个过程有点慢啊 稍等变课 好 已经提示 翻译导入成功 那么我们 刷新一下 那 视频现在已经 使用了简体中文 作为 当写网上的 默认语言 感谢观看